这是高雄市卫生局的击查人员到高价餐厅的冷冻库房里击查过期的肉品 而涉嫌卖出过急肉的博生冷冻食品公司卖出了肉品目前查出流向的洲际酒店 连上大饭店台旅和月品中餐厅 四家知名高价的餐厅让不少顾客震惊 有洲际酒店连上大饭店都会称我开发有限公司签证台旅及新兴月品 相关肉品以全数预防性下降 而位在人物的博生食品公司目前已经暂停营业 公司的冷冻车全部停在门口内部不见一人 而邻居对这间公司出事也相当的惊讶 而卫生局在博生的冷冻库里查获的过期肉品多达11顿 其中鹅肉0.67公顿过期的时间最久达到14年 也被网友称为僵尸鹅肉 而其他的包括猪肉 鸭肉 肌肉和下角肉的部分 也都有过期的情形 至于牛肉是因为没有标示 所以看不出是否过期 而这些过期的肉品 卫生局查出博生食品公司 是把过期的冷冻肉品解冻之后 和正常的肉品混合出售 而吃到过期肉品的顾客一定会担心是否有伤害 那如果超过了这个期间 事实上肉品里面很多的油脂 它是会能在冷冻的条件之下 还是会有油脂的裂变 也是会有不适的症状 目前卫生局正扩大清查 是否有其他的餐厅 也用到过期的肉品 同时对博生重罚840万元 公司负责人现信夫妻 分别以40万以及20万元交保 全案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等最先送办 东山新闻崔仙雅在高雄报道